重要因为同学问的比较不能理解 这个负荣迴圈基本上以后就是一个范围 4到103 然后呢他就会跳动 NAS 其实以前的写法是NAS I 你也可以加一个I 如果我觉得加这个I好像有点 不加也可以加也可以 那当然不要加好了 因为我的习惯是程式越少越好 为什么因为看到越多就烦躁了 所以像我的程式写完了 不相干的一律把它拿掉 所以很多同学说 老师你程式怎么这么少 我看别人都写一大堆 我说写那么多要干嘛 对不对 像这个I基本上 一般的书里面也会做一个宣告 定 宣告I S 什么呢 它是一个Integer Integer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宣告这个变数 它是一个数字 然后就开始跑 其实你不加这个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那干嘛加 好删掉就好了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宣告一大堆 再来跑 因为VB有个特色 它的变数都不用宣告 也不会有事 所以 刚开始学 尤其初学者 这些可以先略过 那你说重不重要 有的时候蛮重要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都不重要 那什么时候很重要呢 也许我看你们遇到再说吧 不然先给你们很多规则 最后你们可能算了 我不要学了 尽量还是不要有太多 一定需要记得你再记 可能暂时不需要记得 我想讲那么多 你们也记不起来 所以我们先把最重要先讲 那可能 再来比较重要 慢慢再加就好了 OK 按部就班 那接下来还有比较重要 一把零三 因为这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 将来呢 你如果Ctrl向下 Ctrl不用Ship Ctrl向下是方向追踪 那假如说你将来 这个是OK 可是如果说下一次呢 你假如又多增加两个人 假设我用这个复制一下 假设这两 又增加两个人 那如果说我们程式呢 如果在这边执行好了 刚103 对不对 光清除就清不掉了 有没有发现留两个 那执行当然也不用 我先再手动清一下 然后呢 如果你再执行的话 他也会执行到103 到了就没有了 OK 所以这样不合理啊 怎么办呢 所以你需要学会一招 很重要的 自动追踪 某一个范围 最下面一列是在哪里 如果这个叙述 一样 你需要学会什么 Ctrl向上 Ctrl向下 那这个Ctrl向上 向下 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去帮你追踪 那首先当然我习惯从A3 或A4都可以 然后Ctrl向下 这个动作 如果你要模拟的话 在Excel里面呢 他有语法 那我们基本上 可以先告诉他说 我从哪一个储存格 Range 前刮壶 从A4 OK 那你可能想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不用Sales 也可以用Sales 只是 这个地方用Range打 会比较好表达 为什么用A4 这个A4 我直接就知道A4 可是如果你用Sales打的话 你要什么 Sales 4 斗点A 你要先A再4 你要 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直觉 所以如果你是单纯指的是一个固定的储存格 那我是建议你用Range OK 比较好表达 那你说什么时候用 一定用Sales 主要是配合回圈 因为Sales里面一定都是数字 你这边可以用5 有没有 这两个都是数字 那Range的话呢 里面他只能够放什么呢 文字 那文字跟Ford回圈就没办法搭配了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好搭配 那如果向下追踪的话 Ctrl向下 其实可以 游标放在上面Ctrl向下 那这个 在那个Range里面有一个叫做属性 属性叫 END AND 向上 Ctrl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其实就是这个范围的边界 那我们可以用模拟这个 属性叫AND 前刮虎因为AND有四个方向上下左右 所以你刮虎之后呢 他一样会有上下左右 特别注意啊 尽量用选的不要用打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打什么打X 这后面是什么 L才对哦 可是之前有同学常常打X1 然后跑不对卡住了 为什么因为而且看看得出来吗 后来我真的看出来了 因为我很多同学问我 看了一下 所以你用什么 用那个选的啦 所以你就选向下追踪 我从A4向下追踪 所以这个AND这个是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有点是一个动作 好向下追踪的 那追踪完之后你要做什么 取得它里面是哪一列 所以点后面还有一个 取得它里面最下面的一列 所以 追踪到了 告诉我列 所以呢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他的列 这个Raw是列的意思 就是这样 Ctrl向下 追踪到了列 105 他就把105 告诉你 那他就会怎么样 帮你把105的讯息呢 就放在这里 所以那个逻辑应该可以懂吧 这个很重要 以后呢 很多地方你只要 自动追踪到的话 就只 有用这个方法 那你想说从哪 这边是A4 那以后要从 哪个位置追踪 你就可以先试试看 尽量是以A栏为主 一定要是非空白的哦 你不能说你随便找一个 一栏 里面只要有空空空 空住的话 Ctrl向上 Ctrl向下 就会停停在哪里 停在空白的上面 所以呢 你一定要找像编号 编号的Key Key一定不会有空白的嘛 OK 所以你要追踪的话 还要注意到 你那个 那一栏不能是空白的 大部分都是编号 这一栏 那追踪到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基本上这个应该可以记得起来 Ctrl-C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再贴上 这样就OK了 你可以试一下 刚刚是不OK的 现在不OK呢 这边会空下来 我们先 利用那个 清除 先清除好了 清除 试一下 追踪 有了 对不对 再向下追踪 也有了 那这个时候呢 之前如果说又增加了 比如说你这个资料又增加了 然后又多两个人 那刚刚你要之前 如果你不会用追踪的 你可能就是 跑到这边 又要再自己改成 现在永远都不用改了 永远都不用维护了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个逻辑 它是 从A4 Ctrl-C 下 之后呢 我想要知道它的列 是哪一列 所以它会自动告诉你最下面107 就把107币 帮你放在这里 好 道理这样 因为蛮多同学问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就直接 把那个问题 如果你怕打错的话 这边其实就有了 好 有没有 把103改为这个东西 好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基本上 它前世没几行 也没有太多东西 但是 尽量都是讲各位需要知道的 那如果有一些你暂时不需要知道的 我也暂时就先不讲 不是不重要 是因为讲了增加各位 脑容量的负担 可能占了太多记忆体 用完了你就当机了 或者是 尽量反正就是 还是保持那个 学习的愉快 轻松 然后回去有时间 反正你就是 找一个有空闲的时间 你在尽量就是 多去 踹一下 那这个熟练之后 你会发现 工作很多问题呢 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很快的做出来 所以你说 有些工作了 说真的 我只要知道逻辑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自动化了 我就再也不用去为这些事情 去 挖太多力气了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那 剩下还有那个制定函数 因为今天的 时间的关系 制定函数也许 讲完时间会超过了 所以也许我们制定函数部分的话 我们就 下一周 再来看 那回去的话 也是请各位就是 多把那个 我们今天讲的 再会再多多练习 那另外就是说 像今天有些函数有提到 但是 没有范例 你可以自己再去找范例 像那个什么 468招那本书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希望把 所有函数彻底了解 250几个 不多 你可以 把每一个都练手 那你以后这应该是 不得了的事情 然后面 当然我们 函数跟VBA之间 其实不是一刀切的 他两者是互 互相可以支援的 也就是说 ECL可以用的函数 VBA也可以用 VBA 可以用的 也可以拿来ECL用 所以两边是互相可以协助的 至于要怎么用 我想后面我们会有一些 说明 反正 尽量让你可以如鱼得水 左右逢圆 然后用起来会更加 能够处理资料 然后你会更加的 就是驾轻就熟 那处理资料 工作就是慢慢会是一种 很愉快的感觉 OK 然后 其他的部分的话 然后我想 就再 来 试一下